正所谓买车容易选车难 其实我国的汽车市场上选择是蛮多的啦 竞争也相当的激烈 那为了脱颖而出呢 车厂们都尽量在用配备 还有性价比这一些卖点来吸引消费者买单 这也让我国的汽车市场衍生出一个独特的 那今天就让我小明列出5个 一般上能够吸引我国买家 甚至是能够让他们决定 签单的配备好了 第一个咧 这个基本上没有的话啦 这辆车你就是可以进猪龙了啦 因为马来西亚人觉得用铁 rim 用那个wheelcap的那个盖啊 是大罪来的哦 我甚至怀疑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没有看过wheelcap这个东西 其实铁 rim配轮盖这个东西在外国是很普遍的东西 但是来到这里就AA 一定要有sport rim 而且还要够漂亮 最好是像一些大车的设计啦 好像那个什么 AMG啊 之类之类的 所以很神奇的 我们这里的车基本上都是标配这个轮圈 也就是所谓的 Alloi wheels啦 就连这个AXIA的低配版啊 都用着这个sport rim 除了那个Raceback的 偷青手牌版以外啦 那在我们这里其实车厂如果要推出这个 铁 rim啊 其实是另外一个成本来说 蛮有趣的 没办法啦 我们马来西亚人基本上都是这个视觉系的动物了的 要有这个sport rim 然后你如果有这个body kit的话就更加的加分 有些人甚至在买车的时候还会把这个body kit加进他们这个贷款里面 拿来供9年 可见这个body kit是多么的重要 多么的能够决定 要不要买下这辆车 第二个 LED 头灯还有这个DIL 日行灯 那这个东西来到我国这边也是差不多要标配了啦 就连我国的这个Produa Beza都有 我相信外国人来到这里看到这个东西他们会觉得 不可思议 因为其实在外国就连这个Mercedes A-Class 它都有这个鲁树灯的版本 也就是在我们眼中的这个廉价的YELLOW LIGHT SHITBOX啦 不能啦 不能啦 不过老实讲这个LED 头灯它的这个照明度真的是有 比这个普通的鲁树黄灯还有就是之前的这个HID 还要好很多 不只是够亮够远 它的稳定度还有寿命方面也是比这些灯泡还要好 这个鲁树灯泡啊 你一开一个几年你就会发现到 这么全房的路好像越来越安 好像我的人生这样啦 而这个LED的话呢 如果它的这个灯泡quality没有问题的话 基本上在10年以内都能够照亮你的人生啦 对于这个夜间的行车安全性来讲 是真的是有帮助的 只不过这个LED 头灯可不便宜喔 举个例子啦 之前我就 我曾经介绍过这个Nissan A-Mera的保养 然后就发现到 这一台车它的这个LED 头灯 就要3000块了 而且 是毅力喔 朋友们 这个白灯呢 不只看起来很高大上 就连它的价格也很高大上一下 当然 便宜的这个LED 头灯也是有的 只不过在那个亮度方面 还有它这个 抗抖的部分呢 就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其实LED 头灯对这个 抗抖动是蛮讲究一下的啦 你们注意看的话 有一些比较入门的车款 它就会有这个问题的 这一方面只能说 一分钱一分货啦 朋友 第三个配备 Keyless 无钥匙进入系统 这个功能老实说 对我来讲啦 我都觉得是在这一年头是必须要有的 因为它真的能够提升这个便利性 而且在这一个有这个车手会抢包包的国家里面 我觉得 它也能够提升安全性啦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是很应该成为买车的一个因素啦 我现在甚至是想不起有哪一个车款在我国是没有Keyless这个功能 而这个功能的吸引力呢 也进一步延伸到 尾门的操作上 那就是这个电动尾门了啦 有这个function 你的车子就更加的吸引人 甚至一些车主 一买到车 一拿到车就马上加装这个东西 你可见这个功能是有多么的重要 那随着时代的这个不断进步啦 现在的这个Keyless 系统也演变到可以用卡 甚至是用你的这个手机就能解锁了 当然这方面基本上可以用多了一个香炉就多了一只鬼来形容啦 因为这些Keyless 的车其实你不用钥匙你就能直接启动引擎 然后把车子开走 也因此只要hack到你的这个防盗系统的话呢 基本上要偷走你的车 是比Ivan 要找到女朋友还容易啦 所以呢 如果你是去到一些比较高危的地区 又或者是你开的是一个热门的背头的车款啦 那我建议你还是 最好是用那个能够隔绝Signal 的那个Key Porch 也就是这个Faraday Key Porch 比较好 比较保险 第四个 嗯 这个也是近年来一直在崛起的一个功能 以前的唱机啊 就只是拿来听听歌 听这个电台 但是现在的唱机啊 一个机身兼多个角色 它可以是收音机 它可以是音乐播放器 导航系统 倒车影像的这个Monitor 甚至现在有一些主机还有这个上网的功能 声控功能 你可以用它来开窗啊 开这个啊 开那个啊 等等的啦 还有就是这个Apple CarPlay 以及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了 变道已经支援 OTA 线上更新 用你的唱机来更新车子的这个Setting啊 Tuning 等等的 就好像这个手机更新APP这样非常的方便 那科技的东西主要好处就是 它主要是以这个Software 为主 所以只要它普及化 量够大的话 它很快就可以变很便宜 所以我相信这个东西 这些功能呢 应该很快就会下放到更加入门的车款了 至少以目前来讲啦 有这个Apple CarPlay 还有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呢 已经逐渐变成一个卖点了 不然你看外面的这个Android 主机是多么的好卖 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还可以在这个后座加装 额外的Monitor 给你的孩子乖乖的坐着看YouTube 看这个Baby Shark 第五个 这个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比较高端的车款呢 可能这个功能就会吸引到你啊 它就是这个360度全景环绕摄像系统 这个Baby会吸引人的地方呢主要是 我觉得它的出发点也是好啦 就是安全性 因为现在车子越做越大 有时候要parking都很辛苦 有了这个360 你可以看到四周的环境 对你自己好 对你的车好 其实对其他的公路使用者也是好啦 就减少盲区 减少碰撞 也比较不会撞到人了 那关于这个360度全景摄像系统 我是觉得它也是差不多到了一个 必须要有 而不是吸引人的配备了 比起Sport Rim 我反而觉得 这个配备 是更加应该有 因为它能够提升安全性 假如说这个功能啊 贴到一个千多块就能拿到的话 它会是你选车的时候一个吸引你的点吗 你会考虑安装它吗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所整理出的 5个能够吸引本地 大部分汽车买家 大家觉得买车一定要有的一个配备 那这5个里面 有几个是你买车必看的东西呢 还是有什么配备是在你买车的时候你觉得 一定要有的 但是我们没有提到 欢迎在下方发表留言 又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配备 是 现在的车款必须要有的 也一样 发表你的看法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最重要的是继续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